这耳坠穿孔的真身 比寻常的粗了两倍不止 臣妾的耳动太细了 穿不过去 戴耳坠原不用劳碌家贵妃 穿不穿得近是奴婢的本事 肯不肯让奴婢穿 便是家贵妃自己的心意 贵妃复位来之不易 妹妹可别轻易又丢了 仔细你的爪子 小心上了本宫 家贵妃 您得忍着点 为了记住教训 总得吃些苦头 你疼死本宫了 你的手爪子是什么做的 手爪子 家贵妃当初把索性送到慎行司 自己是没做什么 可慎行司那些奴才 不就是家贵妃您的手爪子吗 您的手爪子随不随您的心 奴婢不知道 可是现在奴婢的手爪子 不听奴婢使唤了 非要钻您的耳朵 您说怎么办 皇后 你就看着你的奴才欺凌臣妾吗 家贵妃 您身为妃嫔 皇后娘娘身为中宫 只能教导 不能责罚 何来欺凌呢 皇后 所见的腿坏了 是慎行司的人下手太重 皇上也责罚过臣妾了 如今连皇上都不计较了 您还要怪臣妾吗 本宫与皇上一体同心 这是赏赐 不是惩罚 皇后是拿着赏赐之名 来报自己的私仇 家贵妃可别会错了意 臣妾不服 本宫是皇后 坐在了你最想做的风味上 所以对你赏也是罚 罚也是赏 就像皇上 对御氏逼死发起的那位王爷 是一样的 就算是王爷做错了 皇上也责罚过了 轮不到后宫夫人来说三道四 皇后娘娘够宽宏大量了 作为嫔妃说话不用敬语 还穿着郑红冲撞中宫 家贵妃 你再尊贵 再远道而来 你也跟咱们是一样的 都是妾罢了 臣妾也曾听说 这御氏一族遵守如法 妾室就永远都是正式的奴婢 妾室的孩子 也就是正式孩子的奴婢 怎么家贵妃离开了母族 就尊贵不分了呢 本宫只想提醒你 你的一切错处都干系到你 还有你的二位皇子 你仔仔细细地想明白了 家贵妃 您别再挣扎乱动了 否则就是您自己 不小心伤的耳朵 再说了 您规规矩矩一些 奴婢很快就给您戴上了 您也少受些罪 我 大伙儿觉得好看吗 好看 本宫也觉得好看 不过疼吗 皇后娘娘明知故问 疼就好 疼才记得教训 卫星 你可要回去好好地照顾家贵妃啊 别像真叔一样 一个不小心便被打翻了出去 真叔有遇事母族可回 你可没有 是 家贵妃 您的眼泪珠子太珍贵了 要留 别留在奴婢面前 在奴婢心里您的眼泪 和屋檐上滴下的脏水没分别 但您若要把您的泪珠子 甩到皇上跟前去 那奴婢也得当着各位主的面 回清楚了 皇后娘娘给的是赏赐 是奴婢给您戴上的 若是伤着碰着 您尽管冲着奴婢来 奴婢没二话 但您若要把脏水 往皇后娘娘身上泼 那您就歇了这份心吧 满宫的嫔妃主都看着呢 这是您自己愿意承受的 不为别的 只为您自己做过的那些亏心事 这也是该受的 臣妾等眼见耳闻 绝非皇后娘娘之责 容佩 去把本宫赏给各宫的礼 都拿上来吧 是 诸如忍一忍 奴婢替您摘了她吧 别摘了 主儿 您今日受委屈 旁人都看笑话呢 奴婢替您摘了她吧 张王白狗 她羞辱我也便罢了 她竟然平白欧锅地提起王爷 王爷 王爷也是她被提的 不成 我要带着这个去见皇上 我绝不允许 她在皇上面前 对王爷说散道 主儿 今日皇后娘娘只是训导您 动手的是戎佩 皇上要怪也是怪不到 皇后娘娘头上的 我咽不下这口气 主儿 对王爷 对王爷 我来帮你 不来帮你 坐吧